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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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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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称 可堪大义 主公 喜欢马超吗 如此猛将谁人不爱啊 包括他的西凉骑兵 也是汗有其敌啊 那好好 带我略施小记 让马超来现墙 当真 来此路上 我一直在想 张罗与刘章本是侍臣 为何会出兵相助 必是受了刘章的重困 张罗有个军师名叫杨松 此人姓贪 贪得厉害 我尽管啊 你主刘备只是汗座将军 他如何保我主做汗宁王呢 我主虽然官职左将军 但天子拜他为皇叔 以皇叔之尊 保座贵主张鲁为汗宁王必成 真是宝物啊 但怕杨某受了馈赠 却办不成事 让刘碑笑话 军师太谦虚了 在汉中地面 谁不知道你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要你开口 贵主公无所不从 再者我主也说了 即便此事不成 也愿意军师交个朋友 些许不误 全做戒密礼了 我心又不安哪 你想 马超出征在外 我却在背后败坏人家 多不仗义啊 在下也久闻军师仗义 可马超不仗义啊 请军师设想 如果马超西征成功 那他在汉中的地位 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 再者 马超已失西凉 难道他不想娶汉中自立吗 不想娶汉中自立 不想娶汉中自立 才是 没想娶汉中自立 有 可 老师 不想娶汉中之 这 不想娶汉中自立 还有 必败 主公啊 就算刘备败后 一周也未必是主公的 此话何一啊 主公试想啊 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啊 正因为他败于曹操 丢了西凉根据 无处安身 而这才暂济离下 我担心啊 马超一旦拿下一周 也能不自立啊 此话可有凭据 细作探报 马超之所以在家门关 不胜不败 不进不退 是因为他正与刘备秘密谈判 刘备呢 想让马超取汉中自立 由他取川帝 而马超呢 想让刘备取汉中 自己取川帝 因而 才故意保持了 不胜不败之事 两家正在为谁取汉中 谁取川帝 而相争不下 若两家一旦达成一致了 川汉两帝呢 就瓜分完毕了 获马超 获刘备 必来恭喜主公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现在还不能惊动马超 你走 可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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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是我 為何 说是曹操突然派军来袭 不可能 曹操正在金江一带与孙权交兵 咱们可能同时进犯汉中 即使进犯 张炉也应该早早得报啊 张飞又来了 快去领报啊 怎么回事 报路 将军 那张飞又来挑战了 这丝狂妄之急 我马超一世英雄 如果连个张飞都站不下 我今后该如何立足 让兴师回禀当路 就是我攻下贾盟官在撤军 马超竟然是抗命不归 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 谁有此理 主公啊 马超不肯回师 更证明其心不归 主公不可不防啊 这样吧 你亲自前去传命 告诉马超 不完事也行 限他一个月之内 做成三件事 一 要取下西川 二 要斩下刘彰的手机 三 要击败刘备 三件事不成 我断他的粮草 遵命 这三件事 渐渐万难 我如何在一个月之内 做成这三件事 这岂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将军 不是主公逼你 是你自己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 说是要生擒刘备诸葛亮 如今啊 已过数月了 你却止步关钱 不进不退 主公那是爱惜将军 这才让将军搬世回汉州 我要是不回呢 梁响 军械 都在汉州境内等着 将军无良 如何继续作战呢 请回报主公 我即刻办事 这就对了嘛 我料主公必定出营三十里 传令班师吧 为防流被掩杀 各营留下全部自重 轻装北撤 以最快的速度退回汉州 遵命 马超奉命回军了 三日间 大军已过了汉中戒 回军速度极快呀 这正是在下担心之处 主公试想 马超这是回军呢 还是禁军呢 前范 主公令他回师 他却推三阻四地不肯回来 这一次又回来得这么急 会不会有什么诈呀 主公 你可不得不防啊 快 做了什么事 就说什么 你可不得不防启 鸿担心 你可不得不防启 我准备 把他回来了 我准备过来 你可不得不准备过去 他在下招下 你可不得不准备上 你可不得不准备下招了 我准备下招了 入关可以 请将军所步 放下兵器 徒手入关 放肆 你是我们为敌吗 放箭 中将小心 快撤 停 将军 将军 张禄究竟是何居心 我想张禄一定是猜忌大恶了 一定是那个杨松在作祟 此人阴阳怪气 速来提防我 你还记得吗 去年张禄想把女儿嫁了 也是此人从中阻拦 大哥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如今我军事进不得退不得 困在荒郊野外 如何是好啊 将军 诸葛亮白营 诸葛亮 诸葛亮 拜见马超将军 拜见马超将军 阁下为何来此 特来做说客儿 我占剑心魔 正少一头颅带战 阁下请示言之 如果言语不通 便请示剑 将军大获不远已 孔心魔之剑不能斩我头颅 将军必将先逝 我有何祸 我听说 越国西施 善悔者不能避其美 齐国无言 善悔者也不能演其丑 日中则则 掠满而亏 皆世间常礼 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 于拢兮又有切齿之恨 眼下困作于此 官见而常叹息 前不能就刘张 而退荆州之兵 后不能致阳 放松而见张禄之面 四海不容一身无主 昔日魏桥之败 继承之师 今日又将重现 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你说得不错 我马超一世英雄 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将军既愿意听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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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中何顾服刀俯首 无路可走了 既愿意听我言 你俩得不错 我自己和你俩人 我自己和你俩人 你俩会 我自己和你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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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衡啊 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走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主公以为一周一个忠臣都没有吗 当初我请刘备入川 你坚决反对 现在我后悔无极啊 当初真应该听你的忠言呢 现在 主公亦当如何 大势已去 开城投降吧 也可就合成百姓 主公 不 城中尚有兵三万 钱薄粮草可知一年 何不坚守已待十遍呢 公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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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忠诚 别说 别说有三万人 别说有三万人 就是只有三千人我也怨战 可是世上忠臣太少了 先有张松法正 后有李延李辉 下面还有谁还不知道 不 不好了 主公 主公 主公不好了 东城守将开城出降 刘备大军已经进城了 主公 良官 这将开城藏来我们两人 这将开城随 Israel 你这将开城的这些传言 不安 肯定是你 把刘备的 今日杀出西门 明天又到哪儿去呀 我父子二人再数二十余年 无恩得以家以百姓 再打下去 血肉捐于草野 我心何安 想了吧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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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安 安 捫 诺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妄为人子 跪下 断头可 屈膝不可 还不跪下 退下 诺 诺 诺 我听说 在城中所有文武 气流际遇而出逃时 只有你 护着它 想突围出城 诺识 我还听说 是你建议 斩了张松的手机 送到我的面前示威 被主之贼 不斩待合 我还听说 射服落凤坡 也是你的主意 刘备 只可惜 你不在敌卢马上 刀复手何在 还不快来取我手机 租下乃义州第一能臣 人言黄泉至西川 如同张昭至江东 西川四十一线 两响赴税 兵马器械 你无一不烂属于兄 川属大帝 若无你皇公横的智力 恐怕早已落败了 是啊 确实如此 可恨 天臣 天臣 雍竹 坏了川属大好河山啊 我 有 有 有 ノ 有 妇 现在 EP よ 这里有一封书信 请先生一约 谁的书信 一个被你害死的人 留下的遗书 谁 庞统 我死后 主公定能平定西川 自古蜀中多才俊 请主公一定要量才路用 让他们成为智里川树 忠兴汉氏的国之动量 尤其是黄公衡 他堪称蜀中第一能臣 主公千万不要因为我之死 而寄费于他 忠臣难得呀 黄公衡如果不能为主公所用 我死不瞑目 刘备斗胆相邀 请你升任右将军 执掌川树所有民政 刘皇叔 我皇权效命 庞世元 可以含笑九泉了 一周目留备 成天授命 拜官允长 为荡寇将军 赐汉寿侯 张飞为征炉将军 赐新亭侯 拜赵云 为赈远将军 黄忠为征锡将军 马超为 平息将军 动作为esz aven 赐出 小准 zę 非常火 хоч ් 那早点 青睦 第二步去西川 第三步去天下 是啊 现在 我们已经走完了头两步 三分天下 你得齐斑 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啊 主公为何 还郁郁寡欢呢 凤楚庞世源 和两千名将士的尸体 一起烂在了洛峰坡 今日 我携相逐和贡品 前去祭奠 却无法辨认 哪一句 是誓言的尸骨 可明 照此下去 我真的能一统天下吗 主公 天下之乱已近百年 四海子民无不盼望统一 无不渴望太平 想成此大业 非圣君不可为 主公便是天赐圣君 但愿我 不负苍天 主公下一步 应当让川鼠荆州 修生养兮数年 一则强兵复民 二则积聚良草军性 待天下有变 便可率百万军 攻取长安洛阳 一股而平天下 成万事大业 好 孔明啊 这是法证你的 制数条例 你看过了吗 看过 法证在你此条例前 都和我商量过 我完全赞同法证 宽行省法制主张 为何 四百年前 高祖皇帝入汉中 曾与当地市民 约法三丈 誠信 爱民 轻摇伯父 为此 市民皆感惜得 助高祖皇帝共成大业 今日 主公入川树 犹如当年高祖皇帝入汉中 也应当宽行省法 一味名望 此条例 我已经破毁了 为何 法证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年高祖帝 之所以宽行省法 恰恰是因为秦皇暴虐无度 万一怨恨 故而高祖才反其道而行 而刘彰父子 至数多年 恰恰是德政不举 威行不素 宽之以位 顺之以恩 君臣之道 见遭灵体 朝野间百避丛生 为此 我们非但 不应该宽行省法 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是以言行俊法 恩威并聚 是蜀中上下有节 功过严明 是非尊卑辱皆有尺度 官吏百姓皆依法从事 数年后 川蜀大志 那时才可宽行省法 主公 你一向都是以仁义为本的呀 孔明啊 仁义也分大仁和小仁 大义与小义 眼下汉室忠心渴望 我欣喜之余 也忧心忡忠 未能使汉风严惩 刚长伦理 回归有序 虽有不得已 却也要为之 与大汉四百年的积业相比 我之前的一些仁义 都显得渺小 今日 律法言明 以法治国 恰恰是取大义 而舍小人 对 按饭 请重新拟定制数条例 再诚与我看 知道了 遵命 先生 和文武们庆功去吧 我再陪陪誓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一刻起 诸葛亮明白了 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 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百步串阳 丝毫不见当年之勇啊 成都有信使来吗 来了 主公在成都大风文武百官 重赏各级功勋 赏我荆州将士黄金五百斤 百银一千斤 钱五千万 还有赎锦千匹 断五百匹 孩儿一时说不上来 太多了 不少了 不少了 大哥真是尽非西比 过多了 主公还册封了五虎上将 父亲乃武将之首 赐汉寿庭侯 是哪五虎上将 父亲 张飞 赵云 黄忠 马超 义德和子龙是自家兄弟 理所应当 不必多言 黄汉生是老英雄 被列为五虎 还说得过去 马超是何许人 刚刚降服就被大哥列为五虎上将 此人不配 平儿 孩儿在 父亲 带我修书一封送往成都 念见主公 替我谢恩 这银长听说马超武仪过人 想入川来与他比试 主公啊 银长哪是要和马超比试 他是不服马超 也被列为五虎上将 带我修书一封 让关平带回去 好 你赴他一些 亮文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 以亮夺之 金美然宫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 唐一入川若荆州有诗罪莫大焉 违纪明照 帝孔明拜上 你瞧瞧 军师赞我 是美然宫 看 军明啊 把军师的信 抄上五十遍 让荆州的文武 都看看 来 遵命 紫荆啊 刘备已许了川叔 你以为 我们去要荆州 能要得回来吗 短短要不回来 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去去 那干嘛还白费供奉 请主公站在刘备的角度上想一想 刘备去川叔之后 自然等着我们去讨药荆州 他甚至连如何答复我们 诸葛亮都替他想好了 如果我们不去讨药荆州 诸葛亮定会生意 他会怀疑什么呢 他会怀疑我们暗中起兵去去 所以 诸公必须着人药上一药 这一者可以麻痹刘备 二者也是我们先礼后兵 你看 可派何人去 在下已经想好一人 诸葛亮的兄长 诸葛锦 来人呢 在 将诸葛亮全家老少全部拿下 押入大牢 诺 不许葛亮全家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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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你是多少好不巧 生死悠然不久长 驱入的江山 伴留向远方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茫茫茫 早幻想平淡心中心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天地之劫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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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劫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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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1946